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马荣出轨的时间点存疑 而且马荣也想不到王宝强会突然发声明离婚 王宝强根本没有和马荣沟通过 马荣方认为是王宝强故意带绿马屋献马荣 王宝强在媒体卖仓 这些都是王宝强想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博得广大网民的同情 马荣好友之前也透露 马荣和宋哲来往的短信 被法院认定是暧昧关系 其实马荣是轻白的 他和宋哲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此外马荣好友也透露 宋哲肯定会判刑 他还嘲讽王宝强栽桑 占房子 转移财产 无法无天 马荣好友透露 马荣一直被造谣出鬼 其实是宋哲配合王宝强 两人一起陷害马荣 目前宋哲一直被关押 于朝阳看守所内 马荣风透露宋哲要被判刑 看来宋哲和马荣肯定发脸了 但是如果宋哲配合王宝强陷害马荣 没理由宋哲会同意 把自己关进监狱啊 没有人会傻到这么做 马荣此前也发微博表示 自己对心无愧 他现在向好友吐露更多内情 应该也是想洗白出鬼的丑闻 不过最终的事实判定 还要看法院的二审判决 毕竟马荣一方的书法 不太容易让人信服 阿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